欢迎收看,我是营养师,老二姐 荔枝呢,这种大补气血的水果 到底如何吃,才能够补到身体呢? 又不上火 夏天呢,不吃荔枝呀,真的是有一点可惜 尤其是气血双虚的人 荔枝呀,是一种很好的补益水果 那阳虚的人呢,也很适合吃荔枝 水果呀,多为寒湿 但是荔枝除外,它是温性的 甚至有一点偏热的水果 一颗荔枝三把火 可见呀,荔枝呢,是很补阳气的 同样也说明荔枝吃多了呀,很容易上火 那荔枝呀,到底是补什么呢? 你看呀,荔枝它长得像不像心脏?像吧 那再看荔枝外壳的颜色是不是红通通的 红色入心,心脏呢,喜欢红色的食物 所以啊,荔枝呢,是补心血的 吃荔枝呢,容易啊,生湿热上火 解决吃荔枝带来的上火呢,就要解决湿热这个问题 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呢,就是煮荔枝壳水喝 那用上9克左右的荔枝壳煮水半小时 喝下去就会清热荔枝 那我们呢,也可以在吃完荔枝的时候啊,喝一点淡盐水 荔枝呢,是不能多吃的 湿热体质或者是痰湿体质的人更要少吃 糖尿病人甚吃 荔枝含糖量很高 因此啊,糖尿病人不易食用 另外啊,阴虚火旺 咽喉干糖,牙龈肿痛 肝火旺盛的人呢,也不易食用 最后啊,不要空腹吃荔枝 那在空腹情况下,吃大量荔枝可能会导致低血糖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同时别忘了关注我